有咖哩豆 你这没有肉啊 有肉啊 有肉啊 肉 肉 我给他放那个箱子里面 给他冰起 要不然 要不然放在外面天气太热 回锅肉吗 这有回锅肉吗 你有面里面吗 面里面肉啊 不是单炒一个可以 没有炒的肉吗 炒的肉没有 炒的肉只有炒面的时候放点上去 回锅肉 回锅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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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烤的肉串 肉串也行 然后串什么样的呀 要不然 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 有牛肉 羊肉 就 炒鱼 放在里面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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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要不然 我们是在街边 看啊 街边摊 不是凉面炒面 他们会问你这么有钱为什么吃街边摊呢 谁问 这是一种生活 我们在等着小将的 成都这座城市太有意思了 凌晨两点老太太在街上烂凉 坐在那个隔离堆上 反正那个鸡炒我不管今天去 找青山味都不好找 有提花汤吗 有汤吗 汤吗 奇花汤有什么汤啊 汤没有 这里只有卖草的和草 我去对面看看啊 去看 现在夏天了都没有弄汤了 王总去 王总去对面看了 可以 他这个炒的还真是挺好吃的 一会儿再来点串 我 我在酒店等着小将的 我先来了 他们得三点多才能落地 然后我们租了个大巴 成都人可以啊 没有租头 小孩子们的航班还有五十二分钟 提醒我拿着包好吗 朋友们 我得慢点吃 没准班尼一会儿给我拿回来 但是好吃的东西 从马路对面 这点豆芽放得非常好 我一会儿 没有 我认为 你没有 いや 这个足球比赛呢 它确实有很强的 这个不可预知的 你看我们那天跟恒大那两个进球 开场三分钟 造越位失误 到底那球越不越位 谁也说不清楚 下半场开场一分钟 那个点球 我认为不该判 但判了 判了也就判了 没换酒店谁说换酒店了 干嘛说非说换酒店呢 这酒店就在后边呢 好大的风啊 明天比赛如果小孩十二点钟以前能起来就打呗 上去踢一踢 是吧 我在成都火车站附近 成都 成都站 你应该能知道吧 你应该能知道吧 这是酒店 吃辣吗哥 什么 我吃辣吗 吃辣 放心吧 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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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辣吧 成都东站 我在成都东站附近 能找着坐标了吗 过来吃点呗 给我拿几个兔头过来 对龙之梦 我太自信了 其实我不是自信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中国人呢习惯于 在成都待多久啊 再待两天 就回去 小酱2点40倒是吧 那就是3点半倒着 我找到一个小时图什么呢 我图的就是 能够早一点吃一口饭 不行吗 你不要指导我的人生 兄弟 听我说 你踏踏实实跟我学 你能学点东西 你不要设法指导我 我要听别人指导我 我不会有今天 你愿意感受我的生活呢 你就感受 你愿意能从中学点东西呢 你就学点东西 但是你永远不要试图指导我 因为很low 有不平衡 有不平衡 我不会有不平衡 我会不平衡 我会不平衡 那一路点 有不平衡 这是成都的小串 这是直播啊 在直播 直播 直播啊 直播啊 直播 差异直播 差异直播 嗯 直播 看 嗨 這是抖音直播 微博 成都人熱情 我覺得班尼能逃回來點東西吃回來 成 這個成都人的性格挺好的 你想死啊 如果你死都不怕你還怕什麼呢 我羡慕你 我沒有你膽大 我從來沒想過死 你怎麼這麼倒霉 沒有的 你應該說我想死你了 睡好 搬你來了 搬你來了 你死誰 嗯 帆你来了 哎呦我操 这简直是 甭管它怎么样 有就行 这回锅肉吗 喂你不吃点主食吗 我不吃了 你这样就串 这点串 这时候你街边上怎么能炒出来 太 可以 1996年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 在昆明同样的夜晚 同样的地摊 同样的 这些炒面或者是串 二十五年前 二十七岁的我 写完了很多稿子以后 在街边 来吃夜生 二十五年过去了 仍然重复着这样的生活 所以人生是一个定数 让你干什么 你就会干什么 你会用一种生活的方式 度过你的一辈子 三点零五快才到 三点零五才到 那出来不得三点半了 还不说 到这得四点半了 二十五年前吃的时候呢 想的是呢 今天又写了多少稿子 能有多大的影响力 有多少人看 能挣多少稿费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呢 就想 一会儿孩子们到了 安顿好 明天的比赛怎么打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看您写的稿子 然后现在看您做的直播 对 但是这回锅肉确实不叫回锅肉 哈哈哈哈 哈哈 无虫还在 成都的晚上还是很凉快 因为它是盆地 也很多开车的人路过这习惯了买这吃点东西 真的成都人真的可以 晚上吃夜宵 早上喝早茶去了 他们什么时候睡觉呢 下午睡觉 下午很多人也在喝茶 下午还得打麻将呢 这街上还有好多人呢 他们这居然可以允许摆摊 城管不来找你们了 也会啊 请他吃个饭就行了 一晚上应该能挣个三四百五千 也可能不止 也不止 一把能挣个五六百吧 嗯 差不多 那肯定不值 那就是七八百 那一个月也是好几万呢 自食其力的人总是可以 他至少在做呀 对劳动的人 劳动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是应该的 这样的话世界太公平 付出辛苦和努力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 假如我赢了一些队伍 那么我要我要说 我付出的一定比他们主教练付出的多 所以我赢的理所应当 这个世界太公平 有一个人想死啊 那你加我微信我跟你聊聊吧 你不用劝我少吃还是多吃 我谢谢你 我五十二岁了 我吃东西我还要 我还要听你劝 我就白活了 我想吃我就吃 我谢谢你的好意 我的父母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 我父母从来不劝我 除了一些原则上的事 我所有的生活道路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事业 我离开铁道部 我去辞去公职 我做足足小将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只负责让他们为我骄傲就行 但是现在呢 不得不说呢 这个比赛呢 压力比较大 他们也很 也有压力 也是怕我输 所以我为父母 也要争取能赢 所有能赢的比赛 我不见得是为这些孩子 顺便吧 下飞机了 没呢 不是他说我下飞机了 哈哈哈哈 你对面还挺热闹的 对面三四个摊 对啊 他挣个五六百十没问题 不是他为什么他他为什么在这集中在这呢 他他都在这 那对面人家在一起 你看一二四个摊 没地儿了吧 这都站满了 那不见得这个地儿不好啊 这个地儿离着九间近啊 对啊 他对面还得去过马路 对啊 嗯 所以他有可能会打打下来的江山 他的那帮人不敢过来 没有可能 对面还不可以啊 他有大哥 你是不是有大哥呀 你是不是有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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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大哥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就你在这儿人都在那边呢 嗯对 这是你的地盘 对 不是说我的地盘 这是国家的地盘 哈哈哈哈 那是 那那为什么你在这儿 你们就做约好啊 是吧 嗯 他们摆这边 我就他们摆那边 我就摆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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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暑假比赛太多了 这个完了之后 接着啊 其实有一天成节的 19号我们关键全家菜也开始了 嗯 19号关键全家菜 西西带个队去打09的 西西跟南木达 他一个队 他们组了一个队 是吗 他去打10组吗 我们10组里可以抱三个小09的 啊 西西跟南木达组了个队 我这 我们那个组的冠军可以直接拿一个2034杯总决赛的名额 哦 这是我们一零堵的冠军 那他们他们没问题 那可不好说啊 这里面也握了握护操楼 进客也在 李游娃也在 多少钱兄弟 来我来 芹子 茄子肉串以及炒面 六十 来 李游娃也回归了 这是美颜了 我现在挺黑的 走吧 你看一个人说抖音一个外肘 就没有人说微博 我一拨吧 我要拿包 我要拿这个 你拿那个吧 慢慢走 又下雨了 嗯 我帽子呢 我拿着呢 我们在这等小将 这是一个教练的基本修养 如果你作为教练 你必须孩子什么时候到 你必须得下来接 这是一个球队应该有的 您的房卡还在吗 在 当孩子疲惫的身躯 看到我的时候 我想他们会 更加疲惫 哎 还有两小时的 正好聊一聊 夜话 哈哈 哈哈 我们怎么换 你用这个户 又得用你的这个 哦 我们走错了 走到人家这个高档这边来了 哈哈 这怎么办 这能穿过去的 能吗 这是这边是高档酒店 我们那边是商务酒店 好多人也不睡 你看看 好多人也不睡 你看看 这这大朋友呢 还有人想准备 这是一个酒店 一边是高档的 一边是商务的 这才是我们 哎 你怎么才来啊 这是刘畅 我们去一趟机场 你是去机场 他要去接他吗 然后我们在拍一面 哦 辛苦了 我一会儿我回来 他们到时候我下来接 行 我这挺有意思 我扣一个车来 好 从哪儿走啊 从哪儿 从哪儿走啊 那儿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 这是我们的 这是那个 这是我们的那个 不好 哈哈哈哈 您的包里没了什么 我忘了 忘了这茬 哎 忘了那种拿茶 现在好了吗 哎 这枸杞 我那个 我那有点绿叉 哎 是不是到了呀 我听灯灯像话 到了 我这个设置的那个 非常准备有个通知 什么通知 一起三点到 现在是 好 现在就乘两点五十八了 我就忘了说一句话 你应该找酒店 把我的衣服洗 哦 你先洗吧 嗯 这屋是不是开窗户呢 这个窗户不是关不上的 你自己开的 是吧 嗯 只剩一个袋 袋查一遍吧 我的手机 我有一个P30 一个P40 两个 你先洗得倒 嗯 酒店的厂 酒店的厂 不这个2万是累计的 就是你进去一趟再出来 你出去再进来都算一次 这个窗户可能关不上 好 机场过来也得半小时 我刚才开过来就半小时 不堵车也是半小时 孩子们还没到呢 对待会儿有大巴结 这些 成都这边消费还是便宜 他这个大巴结一趟 嗯 要发票才450 不要发票才400 这真是够不下去 然后这打车起步价9块 北京应该起步价是16吧 北京应该起步价是16吧 就是成都这个物价还是要便宜 吃个串串 死气白赖的吃一个人也就100多块钱 嗯 真的我们要租个大巴过去才450 还是韩票 北京的话 你只要起出门起步 就得至少你800 嗯 反正我觉得成都还是挺便宜的 嗯 明天看孩子起来状态吧 北京吃饭不便宜 尤其是这个疫情之后呢 感觉涨了好多 你随便 北京感觉随便点点人均 就得小200去了 随便点点 一百好几 再一喝酒的话就 不知道有多少钱 所以感觉成都还是挺便宜 我前天晚上就吃了个串串 反正一个人一百来块钱 就是你可劲的吃 还有加几瓶啤酒 比沈阳更便宜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成都收入低吗也不低吧 我说成都收入低也不低吧 我觉得这物价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我还真不太困 总哥马上过来了啊 小酱比赛正常是现在说的今天了 今天下午两点 正常的时间啊 如果正常记得下午两点 然后决赛是明天下午的四点半 那我去拿点茶去 拿点茶 绿茶 可以 手机里放 对 本涛是27 半年27啊 明天我去理发 生活 生活 生活是一团马 今儿睡不着觉的朋友 我陪着你们 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迎接小将 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生活是一团马 这酒店隔音非常好 那我这头发现在有点支撑不起来了 墨西干 可以吗 今天很帅是吗 我8月5号过生日 我希望大家到时候也不用给我买什么 就是祝我一个生日快乐就可以 好吧 8月5号 急了我也会发点红包 看我能不能急啊 今天呢 这个在机场啊 来来回回的 就我有一种 就是以前出国的感觉 不知道我们这帮小崽子 他们有没有找到那种 出国的时候感觉 出国有时候 你看去欧洲吧 就会在 卡塔尔啊 多哈呀 就是 就是 转机 往往往有的时候就是 后半夜 然后小孩们有的困了 有的很精神 提前祝我生日快乐 太早了吧 兄弟们 太早了 我不知道这个小黄车里面有没有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防纹贴 就跟那个小贴画似的 特管用 就是你看 你这腿上 啪 贴上 就行 看这 怕被咬的地方 就是一贴 OK 狱卒 好像是小斗上有卖的 因为亮的媳妇给我进的货 那天晚上我就被咬了 然后我忽然间想起来 我带了防纹贴了 不是唬人呗 就 我这唬人什么干嘛 这怎么能唬人呗 真的 我不骗大家 如果你饱受蚊子的侵扰 你到我那小斗 可能没上呢 等哪天上了之后 我再告诉你 好吧 育幼园里老师都给小孩贴 对 你别明天去买呀 你等我上了 都在我这买呀 行吗 可不可以 粘毛 不粘毛 怎么可能呢 这个是真的 因为你现在闻不着 就是胳膊露出来的地方 趴一贴 你看这腿 对吧 一家的O型血 好像我也是 我是A型血 A型血 不知道我是这样 你们这么晚都不睡觉啊 今天他周末是吧 今天周末 我也是A型血 我才从来不咬我 是吗 嗯 真的很管用 不骗你 咬脚是最难受的 要是咬 正好咬到那个 阿姆脚直到那上面 哎呦 那难受 所以脚最后的最好得贴上 脚贴上 可以了 加拿大车友正在吃午饭 国外的车友不少 伦敦车友在吃晚饭 加拿大车友在吃午饭 我们的车友变天下 我谢谢你啊 你信任我 但是我对中超 现在我没有一点兴趣 没有一丁点兴趣 所以我也没关注 你想我这天天的这么忙 所以别着急 等着这个中超真正恢复了 然后打的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找 每天找一场比赛 对吧 比方说山东对恒大呀 国安对恒大呀 深花对国安啊 类似这种比赛 然后咱们直播一下 好吧 平足运动都不是很好 没错 你说的非常对 你比如说 博尔特 就是平足 你去查一查博尔特的脚 就跟我的脚一模一样 是平足 但是我的 但是我跑得很快 我是三度平足 三度 它分度的 一度两度 我是三度平足 滤城那天 启动就挺快 现在我决赛又将迎来 日本教练 日本教练很有可能会给我上一课 什么叫做 船空 麦迪也是平足 是吧 你想打篮球的都能是平足 跑百米的是平足 所以一概而论 不能一概 但是我觉得跑长跑的 可能平足会少 真的 说你要是平足 可能跑长跑 耐力 但是短跑 但是短跑 弹跳 我不认为平足是什么障碍 小矿有空跟那个附中小姑娘跑一下百米 那得至少落后15米吧 我跟陈老师说 我跟陈老师说了 等这开学以后呢 我们拍一个小视频 绝对火 就是中国12岁足坛快马 完败12岁小女孩 这家伙 这一百万点赞的 对 对 对短跑 看根键 其实我根键挺长的 你看见了吗 我的 我的根键很长 我的根键 你看 跟福利55开 福利梯队挺强 对 它是多年的这种日系的打造 而且呢 它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体系 你比如说 它的脚球进攻就很有套 所以这个队肯定是很强的 这不用说 这个呀 打进决赛 如果再有弱队 那不就 那你说中国还哪有 还有哪 强队都在哪呢 现在 那么多年以前呢 回顾一下 那场我们对福利啊 福利就是主要是轻敌 轻敌 他们也不踩场地 然后日本教练也觉得没问题 其实被我们给打傻了 8比1 其实这点球可吹可不吹 折返保小矿 那肯定的 那肯定的 上次不是下课了吗 大哥这个 我建议你呢 就是众筹买一个月的会员 你可能就不会发表这个言论了 首先呢 是日本的 这个国家呢 有一亿多人 日本呢 从事这个 清训的教练呢 少说也得有几千上万人 所以呢 下课的日本人 不代表着 接下来 上课的不是日本人 可以进基金会 虎扑的黑子们 又开始压保复利了 这些黑子 真有意思 可怜呐 马上落地了 是吧 好啊 落地出机场 但是还好 他们没有行李 很快就能出来 但是这个 我告诉你 就这个飞机 如果还是那个 那个接驳那个地方 你就走出来 就得走十分钟 就在机场里面走 就得十到十二分钟 你上次出来的说了 也那么远吗 上次好像没那么远 还是那个 这是沙昂 我今天这个什么行 你这是穿好 你那也是国行的吧 国行的 有朋友问我 吃夜宵吗 董哥 我想你要么是从梦中惊醒 要不就是刚从你自己的车下来 你刚上我的车 对吗 因为我刚才已经吃完夜宵了 而且直播的 好吧 我怎么看日本U23 战平西班牙U23 日本足球 它已经是有自己的这个 非常稳定的战术体系 所以战术的稳定性 其实是一种战斗力 另外一个 足球比赛 它现在你不好说 你光看比分 这东西你怎么解释呢 奥地利 90分钟跟意大利打平 意大利是欧洲杯冠军 对吧 苏格兰 90分钟跟英格兰打平 英格兰是欧洲杯亚军 那么你怎么评价呢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别老光看比分 这个比分呢 有的时候是比赛的真实反应 有的时候呢 它不是真实的反应 所以你光说 1比1怎么看 我也没看 那90分钟 你说我能说怎么看 只能说是那平了 对吧 那足球反正 你要不然就看成绩 要不然就是 但你成绩 有的时候能说明问题 有的时候也说明不了问题 对吧 你比方全场占优 掌控比赛 那你将来呢 不见得每场比赛都能赢 但是你赢的一定多 对吗 是吧 西班牙半天才打平 所以足球呢 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在于呢 第一呢 就是他给落队打强队呢 是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对吧 你比方说曼城 曼城一年的英超 他可能不见得 他最后得冠军 他也不见得说是 见谁灭谁 对不对 也许恩伯利 对不对 也许水晶宫 他就提不过 这都很正常 但是呢 你就是你概率吧 你赢的肯定是大的 概率的事情 对不对 众筹好了 会员开启了 哎呦 龙龙龙 够意思 够意思啊 喀山洪宝石能赢 能赢巴塞罗那 你想想 是不是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就是你比方一个杯赛 那你肯定看成绩 对不对 就最后谁能拿冠军 那么呢 平常的有一些比赛呢 谁赢谁输呢 可能你就可以看一看场面 对不对 看看谁控制了比赛 因为有的时候足球就是这样 你单刀底打不进 你像我们那天 如果输给恒大也正常 对吧 如果那任意球打不进 对不对 如果那老二那个 那个射门 第二脚被 又被门将给扑出去了 那就可能就输了 对不对 但你输了 我们也是占优的人 对不对 我们也是掌控比赛的 对吧 是不是 所以不着急 那就下次再赢呗 是不是 就是足球比赛嘛 那肯定有数有赢 就像我们当年赢 赢马径了 那你说我们就比马径强了 扯淡 对不对 那也就是当时是为了赢 今天正好是小将四周年 怎么怎么算的呢 从哪开始论呢 不可能 这时候正在打美利宾呢 对啊 你要是真正的小将 祭祺应该 理论上应该是在上海 打新旅行 那算是中国中国小将 八月二十七 对 那算是正式的 就因为你是正式亮相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等着八月二十七 老梁来了 梁君浩他爸爸 老梁我看了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福利的 对这个国安的比赛 小梁踢的不错 那中锋那个感觉很好 福利这个队呢 应该说呢 他已经成型了 就是 整个的打法 是吧 门将 中卫 完了后腰 四三三阵型 玩的还是挺纯属的 挺好 咱们一起期待着一场 精彩的对决 不过明天上午 我要去看福利对鲁能 我也不管那个 什么上不上主力 我就去看看去 我去看看这两个队的 这个打的这种感觉 因为鲁能肯定要拼 因为鲁能拿不了冠军了 他得回去有交代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这 也没进决赛 然后你再输 那就不行了 因为他其实鲁能到现在为止也没输过 他平了两场 所以明天这个比赛呢 鲁能肯定是拼的 那福利呢 也可能会轮换 对吧 替补上去 看一看 我要去明天早上九点半 我去看一看比赛去 学习学习 因为每个队呀 其实都有每个队的特长 你比如说即便武汉三镇 他那天那个外交摆出的 那个五四一的阵型 其实在U12的比赛当中很少见的 但是他防守防的真是不错 真是不错 他四个后卫 他五后卫 但是进攻的时候变成四后卫 那四个后卫永远不上 就在后边站着 这四个人 他确保了就是你再怎么打 我这后边至少有四个人在 完了再往回跑 所以呢 外交他也知道 对吧 他跟小向对攻就是死 所以他希望呢就是 先守住 而且从一开始就开始耽误时间 所以这都是比赛经验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 不输或者少输 甚至有个偷你一个 你前面搁一个快的 14号 对吧 所以 足球比赛真的没有 没有什么是 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 对不对 你说绝对走脚下 或者是绝对打高球 或者是绝对的进攻 或者绝对的防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一定之规 就你 你想要什么 你想赢 那你就找到你想赢 能赢的最好的方式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又想赢 然后你又想 踢出自己的东西 这个呢 不是说不能做到 但是一定是 强的那个队能做到 弱的队不可能做到 对吧 只有强 我比你强 我就又能 又能赢你 然后我又能打出东西来 但我比你弱 就是我又能赢你 然后我又必须得 踢的漂亮 这东西就说不 说不好了 张孝瑞是平足啊 是吧 三点了 三点七万 富丽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老梁你听听 我说的对不对啊 富丽总体打法呢 是传控 因为这日系呢 基本阵型的四三三 中锋呢 是梁军浩 原来小将 这个队员的头脑很清楚 踢球的球伤很高 而且这个跑位很好 出阶回敲再反差 应该说是 有作为支点的这种作用 还是比较明显 右边呢 七号叫高指路 这个呢 是从 富丽一成立开始 就是这个队的核心队员 就是在边路也好 还是中场也好 都是有一定创造力 突破过人的能力 传球的能力 都不错 左边呢 是一个二十四号 这个我不认识 就是有一定持球进攻的能力 两个前腰呢 一个是六号 是中国香港级的 姓苏 一个是八号 叫陈志平 这个陈志平呢 以前呢 是在小将 来小将试训过 但是 好像跟小将 没有打太多 太多的比赛 后来加盟复利了 他爸爸也做俱乐部 这个陈志平呢 是脑子很清楚 有点像王子萱 有点像王子萱 他最早的可能踢 左路 左边路 后来踢过前腰 现在也是锁定在 四三三阵型的 这个前腰位置 后腰这个队员呢 我以前不太熟 但我觉得这个孩子踢的不错 这个孩子是复利真正的 中场的发动机 他身体也不错 大局观也不错 控球带球都不错 这个孩子有点希望 这个孩子 然后呢 中卫呢 就是两个比较 身体比较好的 而且 这个 防守拦截能力都可以的 左中卫是四号 右中卫是十九号 十九号有一定的持球 向前常传的能力 左后卫十七号 也可能会是别人啊 反正我看那场是十七号 一般吧 右后卫十四号 因为我纳闷了 这个左后卫那个 那个原来不有一个小光头吗 原来那叫十三号吧 明灯里面有十七号 没有十七 明灯里面有 二十一 这是场上是有的 是吧 应该是十七 但是明灯里面有 对付加 二十四号是五千四 二十四号 对 然后 右后卫呢 是十四号 这个右后卫踢的不错 这个右后卫的 这个运动能力不错 而且他走外线 走内线 走内线的时候 还是挺有威胁的 就是他突然间变相 走内线 二十四号 十二月十二 二十四号 十二月的 十二月 十二 可能日本人呢 他选人的时候 可能比较注重这种 技术意识吧 或者是整体当中你的作用 他不见得 说你这个体 可能弱小点 但是 哎 你放在整体里边 他能完成他的想法 当然了 郎达成呢 也是随时可能上场的 因为那 我看这场比赛 也可能是 就不见得是主力这种 因为他可能有 有个别位置是轮换的 你比如说是中卫 有可能会轮换 右后卫 右后卫 我觉得不会轮 然后就右边前 或者杨达成 这都有可能 中锋 梁云浩和那个二十号 可能随时落满一点 二十四号是北京级的 是吗 对 啊 北京的 二十四号是 今天老白说 还是二十四号 北京的 去广州了 是吗 二十四号是北京的 天下不够说 那怎么能去那么远呢 来小将不香吗 富丽呢 他就是 这个日本教练呢 他比较注重细节 你 不是北京级 身份证号是 我摇一条 可能是在北京长大的 对 他在北京长大的 什么北京级的 北京土著去广州提球 我不信 北京身份证去广州提球 我不信 我不信 对吧 那么日本教练呢 他也明白 他也想赢 对吧 他想赢 他也知道青少年比赛 其实定位球很重要 所以他的脚球 还是有点特点 他的脚球 主罚的 尤其左路脚球 这个人主罚的脚法 很稳定 他就给你打到 前门柱小禁区那 其实很难 比较难防 比较难防啊 因为青少年呢 打后点 其实没用 就打前点 然后呢 我们小孩呢 经常是 划着弧线 嗖嗖的发 他根本抢不着 但他那是搓 把球放在那 知道吗 把球放在那 有点意思 所以这个队呢 应该说呢 就是如果我们 被他的节奏 所控制 那就不好提了 就是他可能就 啪啪啪倒起来了 那如果说是 我们能够掌握节奏 那他可能也不好听 所以这个比赛 其实归根结底呢 是节奏 就看谁的节奏 能够掌控度 这是我对这个比赛的分析 我想可能全中国 没有一个 清训队的教练 能够在决赛之前 能够公开 然后谈对对手的认识和理解 对比赛的这种前瞻 没有一个 所以在我看来呢 这个比赛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技战术的体现 先跟大家有一个交代 大家再看的时候 可能能看得更有意思一点 其实看球啊 你要光看胜负呢 也没什么意思 反正不是他赢就他赢 对吧 赢也不代表什么 但如果能够看进去 就有点意思了 其实这是一场 中国本土媒政教练 VS 日本 日本 职业级清训教练的对抗 你得 你得放在这个层面上 才有意思 对吧 你光说放在 富丽和小将 这没意思 那今儿小孩踢球 今儿他赢 明儿他赢 对吧 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落地了 好 那你在家长群里面发布一下 对吧 你得放在一个高度上 就是一个中国的 媒政的 本土的教练 对日本 有体系的职业级的 清训教练 这个对抗 就有点意思了 对不对 还有一种 你放在那 就说 日系的体系 就是 船空 体系 和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们 有人说我们是开大脚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能打出很快的配合 完了呢 中国人呢 瞧不起我们 可是他妈的 心灰的 外籍的总监 完了 看我们比赛 情不自禁 要约我们谈 要看看是谁 什么样的一个人 带出的这么一支 与众不同的队伍 你说 你说 怎么解释呢 怎么解释呢 有人觉得我们踢的不行 对吧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可是 为什么 这老外 出生来了 为什么这个老外 给我们这么高的评价 难道是有求于我 难道是恭维 难道是将来想下课了来我这 心灰战斗力很强 这次没来 可惜了 是 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可惜 说没想到这个比赛 这么 这么多 不错的队伍 是吧 所以呢 哎呦 小代爸爸来了 梅杨 就落地了 小代爸爸跟着队伍 这里边有个小花 新的意思 看着米袋 刚才那个名字 宣言年纪的吗 嗯 他头都背上 跟着山花嘛 嗯 这次在上岗的米袋里 是吗 比里面的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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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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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你们 你们让家长说 说话吗 要不咱们连累线 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但你也不能多说 对吧 你也不 你也不好说 就是你作为孩子家长 不好说 等比完赛吧 等这个比赛打完了 甭管输赢 到时候呢 咱们俩连累线 咱们俩连累线 到时候你 因为这也是 上次跟富丽的 很长时间以前了 太敏感 哎呀 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这么敏感吗 但是我一直觉得富丽可能确实比较敏感 我记得我们反正每次反正是打什么比赛完了总是会接到电话 就是那意思就是董老师别太渲染 就是比较压力比较大 之前去广州约什么一次都约不上 对啊 我们去广东 广州约 富丽 各级梯队 都约不上 这次反正碰着了 这机会不能错过 错过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再见了 还是多踢 多踢呀 狮子多了不咬 债多了不愁 你一年踢三五次 然后你赢两次 他赢三次就不显了 你老他妈憋着憋着憋着憋 憋着好几年踢一次 那可不是吗 谁怎么输完了 下次再见就十八了 十八岁才能见 这一干呢就管好五七八年 你说这受得了啊 是不是 还得多踢 多踢了输了 你叔叔他叔叔 老百姓都忘了 反正这俩队互有胜步 多好 对吧 也能提出点内容来 非得憋着 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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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又见着了 见着了完来往死里干 对吧 干完了之后 你说 操 到时候又给干下课了 对吧 主要是他们有招生的压力 他们有招生的压力 我们呢有招伤的压力 对吧 反正两边都有压力 其实也没什么说成功 他们现在广东的主要不还是输力 那他为什么怕 对吧 他们输恒大没事 输恒大该吃吃该喝喝 就输小将不行 主要我影响力 主要我影响力太大 所有人都知道了 对 主要是我一输 就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输恒大呢 但反正他们内部打 就相当于反正职业体系的 反正输输输呗 无所谓 是吧 主要我这影响力太大 但是 有的时候也会说 有关门的 你就是关门气了谁人也爱打气 没有没有啊 什么关门 不可能 这比赛就得这样 就是就是拉开了 就干 干输就输呗 你就是关门气啊 你不是人也爱打气 对吧 输就输 赢就赢 我现在反正无所谓了 对吧 反正我现在也快交差了 对吧 哥们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说 这个比赛完了 咱们讲说最理想状况 我要拿了冠军 我交了差 中国清训历史上 最牛逼的一份成绩单 对吧 12岁 到了吧 可以买单了吧 四年 到时候班尼国 你又统计出来 我带队打了多少场比赛 什么胜利 好吧 然后我就弄1-0了 现在黑子呢 只能说有一场球 我们输给了南京鼓楼 对吧 在苏州的一场友谊赛 小框都没来 结果还是 这个这个这个 就一个友谊赛 零离 那次周宇诺在 周宇诺 周宇诺那次 那次主要是周宇诺在对面 确实表现得很好 所以老梁 我也明人不做二事 这场比赛我是要拼命要拿下来 这场球我必须要拿下来 为此呢我也要准备了很长时间 跟你孩子没关系 就是这个这场球我是 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 跟之前不再一样的我 因为实话说呢 这是一场我的毕业的考试 边框之楼都在收口 这场球我是必须要拿 必须要拿 我也有信心 所以邝照雷 我火线给掉来了 就是用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马都马骑了 把这场比赛 从头到尾拼下来 所有在这场比赛当中 能为我拼的孩子 未来我会管的 所有在这场比赛当中 调恋的孩子 接下来 爱去哪去哪 爱跟谁跟谁 预测都没有用 比赛是打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不是预测出来的 期待精彩 期待一场精彩的比赛 其实跟虎队那场 不算太精彩 主要是虎队领先太多了 太早了 太早了之后呢 整个的节奏 其实就往下拖 球出界也比较多 裁判少也比较碎 所以那场比赛 谈不上什么精彩 就除非过程 0比2到3比2 这个有点跌宕起伏 下雨 那就没办法了 下雨就怼了 应该没问题 下午应该没问题 不过我现在对 复利整体来讲 是有一定的认识 有一定认识 然后呢 我会在这两天呢 今天 明天 陆续的呢 把我对复利的一些 理解的跟队员传 就是多开几次会 因为你开一次啊 你说太多 他记不住 哎 零打碎敲的 二十分钟一次 开三次 先说防守 再说进攻 然后再部署 这个相关的打法 做一些 有一些变化 不会轻松 那肯定不会轻松 哪有那么轻松的事啊 兄弟 那是职业队 我操 你把我们想的也太高了吧 啊 说这这决赛 打一职业队 也是成立了三四年的队 日系的 完了 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复利重点打造的队 然后你告诉我们说 我们能轻松赢 你说是谁信呢 啊 谁 谁信呢 小梁去福利重三月份啊 小梁当初我还想回想起来 当初老梁带着小梁从 从广东 从闷热的广东来到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初应该是深秋的北京 我记得那次 我操在在这个奥提 说打一个视讯比赛 五人制 小梁动的 逮逮的动的 但是那场比赛 他表现得很好 然后就去了成都站嘛 南京站 去了南京站 南京站对 蒲果外国语 小梁 没开二路 然后就去英国 去英国呢 我们最后一场打狼 小梁有一脚远射 打中了立柱 打中了衡梁 记得上次足校联盟杯 一一打复利 他们就突然摆大巴 打防守反击 对 那个是复利足校吧 没有 那是梯队 那他们是中方教练 对 他们是中方教练 日本教练不断会 日本是他们 往上冲 叫什么来着 什么赶死队来着 神风赶死队 对吧 日本教练不会辩解 他大不了就抛斧 中方教练的 那天 我不知道那怎么 跟那么小将一一的 富力一一的 挺强的 突然间 打起防守反击了 然后结果我们 就一次造越位失误 输了 那场球 其实我们踢得很好 小梁可以 小梁有一阵子可能 但是教练给他改位置 我觉得改的还是挺好的 小梁中风的感觉是不错的 我记得有一次 当时跟小将打什么 打什么 打什么 在上海打一什么比赛 有一场比赛 小梁也是表现得非常 非常好 跟谁来着 我忘了 有一个中路的一条龙 有一个中路的一条龙 是吧 是不是老梁 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中路的一条龙 那是当时那是九岁吧 八岁多 九岁 18年 18年 在上海 宝德路 对对对 你看 对宝德路 那就是三月份 18年三月份 当时也就八岁多了 不到九岁 八岁半 有一场比赛表现得特别 惊艳 接近九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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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球落后 恒大想过会输吗 你要说没想过呢 那肯定是假话 其实当天晚上 当天早晨 我跟班尼 开车去赛场的时候 我跟班尼说的 我预测的两点 第一点 我说这是一场 大比分的比赛 第二点 我说我们有可能会输 因为 因为我就想到 意外的丢球会很多 对吧 你说第一个球 反越位 丢了 第二个球是个点球 点球是不存在的 反越位那个球呢 就知道是我们 可能有点 有点 有点疏忽 就这种球丢了就丢了 丢完了 你打不进去 老二的单刀 两个单刀 打不进去 对吗 但是 零比二出 我没想到 可以 这个比赛的规则 也挺有意思 这个比赛的规则呢 是 你 你如果是上半场换下的 下半场还能上挺 所以理论上呢 是可以二十二个人 踢完一场比赛 就平均 你比方说 上面上二十分钟 把十一个人换下来 上那十一个人 踢上半场 对不对 然后 中场休息 休息 完了 再把第一拨人 再换上 完了 到最后 看情况 说再冲一把 再换上另外十一个 是可以的 富丽呢 有些位置上 可能人员也比较均衡 小将呢 也 也差不了太多 有些位置上的人 差不了太多 从目前来看 可能老二这个位置是 不可或缺的 对吧 剩下的呢 你说 黄紫杰 顾伯宇 小戴 这可能是 小男 这几个位置 可能还相对来讲 比较稳 剩下的 其实有时候 差不了太多 就有的呢 他本来应该是 绝对主力 但是他状态一般 哎 首发决定了吗 我都不知道 明天谁能起来 你让我 怎么决定 首发呀 12岁小孩 凌晨四点半睡觉 谁能起来 我都不知道 那天刘凯元就没起来 现在明天得走九点半 你看看一看 复利打鲁能 是什么一个战役 复利如果说 跟鲁能这场 就战略性放弃 那么就全力以赴 打决赛 也是合理的 复利拼鲁能 也是合理的 但我就会看一看 明天他们是怎么踢 刘凯元就没走吧 没走啊 没走 刘凯元一直在这待着呢 鲁能就来了一个队 鲁能主要是意外 凭了国安 鲁能一凭国安呢 就复利全胜 还凭了四川足鞋 他凭了两场 他要凭一场呢 可能明天这个比赛呢 就是跟虎队 跟小匠是一样的 就是谁赢谁 谁第一 所以鲁能应该挺郁闷的 一牛在国安 但是好像上场的不多 国安那些是都是北京的吗 不多 是吧 我看着国安那些小孩的感觉 不像北京孩子 一牛进球了今天 是吗 一牛是主力吗 是主力吗 那之前 主力又后背啊 我怎么还打谁 我怎么没看见呢 那学霸在哪 这多少号啊 没有 应该挺高大的 没看 没注意看 没注意看 打得前锋啊 是吗 北京孩子什么感觉啊 就是外地孩子 北京孩子踢球 就没有那个野性 明白了吗 没有那个野性 就比较 你看北京的 你看那个谁 吴王 王思泽 这都是北京的 没有那个野性 林一韩 林一韩9号吧 对 9号 踢丹前锋 是7号吗 好像是 他不少都是那个明远的 对 刘海豪啊 你都知道 刘 公儿 公磊儿子是国安的 不是吧 公磊儿子的时候 加入08了 他在08队 他在08队 他不是09 他就吃过这 国安今天 赢亚太了 那不错 因为国安 实话说 他没怎么合练过 应该是那个7号 是 是吧 老二队 恒大第一节 左边带球 多 船中少 威胁不大 第二节 放在门前 威胁马上大了 直接得分 老二是边路好 还是更靠近门好 老二未来呢 肯定不是在边路 肯定的 但他 但他为什么 现在有时候 习惯在边路呢 是因为他需要过渡 他从8人制 过渡到11人制 因为 8人制 跟11人制 最大的区别 就是8人制 你边路 突破了就看见禁区了 对吧 可是11人制 你突破了 离禁区可能还得有10到15米 这10到15米 对于老二来讲 其实是难的 所以老二理论上 未来是前腰 是前腰啊 而并不是边风 他肯定不是边风 黄紫杰是边风 小戴是边风 汪修浩是边风 但是老二肯定不是边风 但老二呢 他中间 他是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吧 他来回折腾 这些后卫 他折腾折腾右后卫 折腾折腾中卫 折腾折腾 可能就会有机会 他绝对速度肯定不够 但他就靠节奏吃饭 他不是靠速度吃饭 他是靠节奏 就是慢了就是快了 快了就是慢了 关键是节奏 就是我们经常说快 我们经常快 说快 总是会说 第一跑得快 第二呢 频率快 对吧 或者是 就是动作频率快 或者是跑得快 但是老二有的时候呢 他全是慢的 但全是慢的呢 就相当于打拳 有的时候我们说重拳 对吧 但是老二玩的是太极 你说你说你 打他吧 也不容易 外面 苏讯这次状态不好 对 我们呢 这次是这样 因为这次规则呢 是规定每个队可以上三个 零八的 小零八的 就在我们 我们因为之前 我们之前 无法断定 就来的这些队 尤其是职业队 到底带不带零八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呢 我们就 苏讯也来报到了 那我们就只能带着 对不对 那孩子也是六年级 对吧 十月份呢 二十几号呢 说白了 也就是 两个多月 就比毛 毛永斌 就大两个多月 对不对 你像很多职业队 零九的里边 好多一月份呢 就大三月 但我们当时也不知道 这个 你比方说恒大也好 还是福利也好 他有没有小零八的 我们都不知道 我不带能行吗 人家是我们队的队员 你这个比赛又不是 纯零九的比赛 你凭什么不带人 这规则 这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这是 这是马明雨 他们的规则就是 就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呢 苏讯确确确实实的 这状态也不好 苏讯当时代表着 这个农科路来北京 挑战所有小将 第一场 我们赢了很多 第二场好像是打了 八比三吧 第一场他们打十个 第二场打八比三 那三个球全是苏讯进的 全是后场一大脚 苏讯 打就开始 超车 那么就今天我在那边圈 又跟 在这里说 他有人说啊 你会唱苏讯 然后就往里调 我说就好 看看 我说苏讯是什么妈的机场 所以他这人说 你怎么知道 他妈的以前我们直播 他就主观猜 对 都没看 我们以前 我们解说的时候 我们以小打大的时候 班尼只要一提说 我们年龄小一点 不许说小 不许说 不许说以小打大 这是比赛 怎么着 你虽然愿意踢的 对吧 现在 我们就上了一个大三个月的人 两三个月的人 还不是主力 完了就开始说 我们有问题 不是 我后面解说好多比赛 就是别的队 有那个小的 所以小将赢是原罪 小将赢球是原罪 明白了吧 你不应该赢 你就不应该赢 你赢你一定是有问题 对吧 你输才活该 应该的 他有人说 你们赶不上 然后里边有一些别的 网友就对他 他说 不能上自训 也不能上 刘牧阳 开墙了 也不能上 黄泽阶 帅子做得太好了 那你问他 直接替队 你敢跟我们一样吗 练俩运 就敢跟我们打 敢吗 对吧 做什么都是错的 所以就得赢 只有赢是硬道理 你赢了都有话说 你输了就更晚 对吧 所以我他妈的 就得就得赢他 让他们难受 其实我确实跟这个队都没关系 对吧 你说我们跟哪个队能有多大的仇 没有 但是为了这些黑子 打他们脸 我也得要赢 明白了吗 我倒不是说 非得赢这个队 将来都是 都是中国的清训的力量 对吧 谁赢谁能怎么着 但是没办法 就就为了打这些黑子的脸吧 打肿了 正好 他体能不行 对吧 那我们当年到 到恒大 我们直接参加的零八组 对吧 我们打了恒大 当时还不叫什么柴狼虎豹 我们打了恒大二队 三队 四队 五队 六队 还有一个八队吧 还七队 没有 他就六队 我们打了几个 打了五个 二三四五六 多打了 二三四五六 全打了 两胜 一平 两负 那时候他们就说 差一次也不算差 对 那个时候他们就说 我们输了 他就说 你 你不算不算差 小一岁也不算小 小一岁也没没事 你就是输了 全队零八的 打我们全队零九的 完了 我们赢了 也不能说小 输了也不能说小 必须就就就就就就就这样 对吧 现在妈就一个 还符合规则 还你说我们这 有且子没且子 啊 有意思没意思 我感觉职业梯队 主要目的是出人才 只有小将主要目的是赢得每一场比赛 只有小将主要目的是赢得每一场比赛 职业梯队是目的是出人才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你自己说完了之后 你自己明白不明白 你说完了之后 你 你自己明白吗 你自己是本来挺明白的 他妈自己说完之后糊涂了 是不是 我已经到出口了 九屋皮的也开始没办法出来 我要上大巴了 再一次是 我估计 四年前的上大巴 这么多敖拜的人啊 三点四十能有这么多人 所以 还是那句话 就是如果未来能够 一个月都能有这么几场 类似这种 对虎队啊 对福利啊 这种比赛 我觉得 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 所以关键可能就是 看看未来能不能够 大家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吧 其实什么优势三优势五啊 你分球赛的时候没这场有实调 对啊 打来打去就没那几个队 一打几比零 十比零的 你说这比赛你说对谁有帮助呢 是对赢的有帮助还是对输的有帮助 各老老老老 他们在广州也是只有三个队 只有三个队 但是十一人之后呢 这种比赛你不好做 你看比如说到了八人的 小年龄一段 有十有九 对对对 他两三天就打完了 对 他力度可以大一些 三天打完 在十一人呢 他一天只能一场 就时间要吵 你就要一周 对 嗯 十一人毕竟接近成人了 八人的话 就是周末 加上就周五就过了 嗯 那你先打吧 对啊 恒大的星要杯有二十多比零的 所以这个比赛呢 其实就没什么意义了 你说有什么意义呢 没什么意义 其实目前从国内来讲 就是四大足校 是吧 四大足校加上小将 嗯 嗯 啊 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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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达 星达 十康一个人 星达 十康 这八个队 亚太 亚太 嗯 神花上岛 对 十一 上门 上门也差不多 十二 十庆祖旗 嗯 十三 十六个队 应该也就十六个 有个十六个队 所以说 达零九的就这么些人了 就这些人了 就十六个队 所以就十六个队 你差不多 还有国安呢 这个恒大星较杯虎队 银狼队 可能是八人制 八人制还是有 说会有点意外 是去年的 是八人制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 那个八人制 去年 是去年 几年啊 去年十二月 不是 今年 绿城三比零 很大 去年 十二月份 去年 绿城 冠军 三比零 很大 所以 都摸透了 对啊 其实国内零九 就这些人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强烈 希望徐亮赶紧了解 赶紧了解 这些零九的 然后将来有一天 自己做一报告 八往陈讯员那里 一递 陈讯员 你说那你说谁了解呀 你说咱们现在 推荐的那些零七零八的 今天我看了 一个圈抢 哎呀 那里边有一半一半以上 都是混的呀 都是混的 居然能穿上那衣服 能堂而皇之的 进中国的 这个零七零八 顶级的训练营 所以说那个 比如说明年 或者后年 选一个博少队 我估计 你也选 选一个 肯定是一个最可观的 因为你哥哥对 基本上都清楚 对呀 对什么水平 什么特点 对呀 还要真是不拘一格 降人才的话 那我觉得就 徐亮 提早接触零九 然后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 目前零九的 这些孩子都摸牌一遍 然后选 选出来 比方说 五十个人 那就比这个 清训营 零七零八的 清训营 各地推荐 那好太多了 对不对 都不去 对呀 所以将来我们呢 就住在北京 然后呢 国少 这个集训了之后呢 就拿我们 练手 对不对 零九国少 就拿我们 这个队 当做一个 热身赛 选拔队员的 对象 多好 对不对 零七零八 没有河南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我 而且就说 你比方说 如果是徐亮 咱们就讲说 徐亮表现 真是 在零九里边 国少队将来 能有一个位置 他平常就带小将 他可以演练 战术 就用小将 来作为一个 模板 对吧 他整个的 国少教练组 因为平常 孩子们都 四散而去 对吧 他也不可能 长期集训 那么你这个教练组 平常干什么活呢 你除了四处 看比赛之外 你是不是得在 技战术方面 你得做一些 尝试和探讨 对吧 尝试探索 实践 那么你用小将 我们免费提供一个队 对不对 你在他身上 你是打三五二 五三二 还是四四四三三 还是怎么着 什么战术 你就用这个队去练 然后去摸索 摸索完了之后 啪 再一集中 再往上 施教 这样是事 他就 针对性就强了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 举国体制 这才是真正的 他妈做事 你才能 事半功倍 对不对 你平常 你没有这样的 机会 对不对 但是你呢 我们可以 我们 因为清华搞小将 搞这个队伍 他也是公益属性 他不是职业队 所以 他是可以说 我为祖国 献持有 对吧 我为祖国 我贡献一个队 你平常力调教他们 对不对 但你也不要钱了 对不对 你不要钱 然后我们当你的 活体的实验的对象 然后北京 你可以跟三高 出三的踢 对吧 你出一跟踢出三 出二踢高一 都无所谓 你去练 对不对 你练完了之后 你觉得总结下来之后 完了你 09的再一集中 完了你就开始 去把这种成功的经验 给复制过去 因为 肯定09国少队的能力 要比小将要更强 那么 战术体现的 可能会更充分 多好 多好的事 如果我是他妈的 中国租协的管事的人 我就这么干 我就这么干 我就把国少的 这个这个这个主教练 我就给派到小将来 对吧 我就平常 你就你就你就 你就拿这个队列 完了 等你一集中 你一集中 你拿小将当恶身对象 对吧 然后你有什么战术 在这实验 多好 多好的事 省着你 他妈人来了 完了还得 去尝试 还得通过比赛 完了再去调 完了再去摸索 你说这何必呢 你说你说浪费多少时间 浪费了多少时间 不一定是吧 槽 杠精又来了 后面还有一句 不一定 总有小将更厉害 不不 你说这个不一定 不不不 不会 不会 其实呢 他这个人能力 最终还是会体现的比较充分的 个人能力 你不要现在你要让我选 这09的 门将 我觉得可能 你不要说恒大的门将 相对来讲 我感觉 反正更出色一点 因为从我目前来看 这个 是不是张志涵 一队的 一队狼队 小郭回去了 回去了 小郭本来应该在虎队 他已经回那个绵阳了 走校园了 去那个宏大丹利年 回去考试 考了 还考全校第九 以前都是第一 真的考了第九 那小郭是怎么聪明 但是有一些队呐 我们就以绿城为例 就有一些队员 跟两三年前比 他还是有一些反差 有一些反差 你比如说绿城那九号 双猫胎嘛 就他妈妈骂我 你牛逼 那他妈妈 那个九号呢 原来挺特别厉害 那个九号 那个九号原来是踢中锋的 这打小将 我们打的三比一 他进的一个球 但是呢 过了两三年 我再一看 这个九号就不如当初 那么厉害 还是不一样 然后他那个礼仪 身材啊 看着这气质 就挺不错的 但其实这个孩子的 其实他踢后卫 我个人感觉 不如踢后腰 为什么呢 就是他 他的这个 他的一对一 太差了 他就是碰着一个铃子 就给他过的 就算 就是 只要一扣就行 就一扣啊 这个 这个孩子就整体 他身材太大了 他正面拦截 就都没问题 但他这个 就是一对一 这个防守 我去 这简直是 你根本就说 你得罪人 你成了家人 那不是 他要愿意听就听 他不愿意听就不听 我认为 李一 未来一定是踢后腰 别踢中卫 真的 他踢后腰 能有一个发展 因为他后腰 他无所谓嘛 就相对来讲 他把位置站住了 是吧 卡一下 就行 但是他后卫 就被过了 就单刀了 所以 所以这个孩子 赶紧改位置 但绿城可能觉得 如果要 他又不在后边 可能后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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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稳 但他真的是被扣的 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看比赛 就他的特点 真的不适合踢中卫 但相反 那个鲁能 那个 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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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熙 肖晨熙 那孩子可以 那打十一人 你也没见过 但我觉得那孩子可以 那孩子十一人 应该也不错 那十一人 我觉得他也是个虎猎 恒大狼呢 像什么王菲尼亚 我个人觉得 作用不会比 八人是更大 但是恒大有俩中卫 不错 复利呢 原来那个左后卫 我印象特别 特别好 但现在不知道 从哪儿去了 复利的 二八号可以 十九号 十九号 十九号可以 十四号可以 小梁可以 小郎达成 我还没见过 我就看了一场比赛的录像 东北路的门将可以 东北路的十号也行 有一些队员呢 他在一个队可能可以 但是他单拎出来 要去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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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的队 可能就够呛 这我就不说哪个队了 因为有的队 他是靠一种 整体拼啊 杀啊 类似这种 他每个队员 他都比较平均 但他其实他 拿出来 他去放在别的队呢 就不行 所以中国族协就应该 把零九呢 交给社会 但是呢 你要交给社会吧 职业梯队 不愿意放人 职业梯队说 你谁呀 徐亮 徐亮谁呀 哪有我们的教练 牛逼呀 是吧 人职业梯队又不放 有可能 所以不好弄 你看这0708训练营 基本上恒大福利都不来 12部位重要不重要 这个怎么说呢 你说的重要也重要 你说的不重要也不重要 你把灯被来 12部位对灯被来来讲 就不重要 对吧 灯被来因为他们颠九都颠不了几个 他更别说12部位了 但你看有的比方 对大多数孩子来讲 这个求感求性啊 控制啊 还是挺重要的 这个因人而异 真的因人而异 对吧 就说你说长相对女孩重不重要 对吧 那你说普遍意义上来讲 还是挺重要的 但你对一些特殊人才 他就不重要 长什么样都无所谓 对吧 他主要有其他的技能就可以 程序员把国哨任务 都交给邵嘉一了 邵嘉一也行 邵嘉一可以也好 还是谁也好 这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得先了解这个行 这个行情 对吧 然后呢 就得得有一个上方保健 就是我调你 你必须得来 你不能说你不来 你平时不来 但是职业队呢 有时候可能这事 他们也说不好 对不对 尤其15岁以下 他有的就是体校结合的 你要说有时候 你说我们这边上学呢 说国少要调 不见得去 你还别说是恒大 福利部去 小将都不见得去 那你得听学校的呀 学校说你这一去 去一个月干嘛去 学习耽误了怎么办 对不对 过了不行了吧 那那么明早九点半也能起来不 我也肯定能起来 我也得起来 把你九点钟叫我们 五点睡 睡四个小时 可以 关键就是今天晚上能聊成 聊到六万多人 灵药再养 灵荡再养 灵荡再养 在我亲戚家 在田农院 对吧 这个总的来讲呢 就是 就是到十二岁呢 其实身体是挺重要的 所以雨果呢 现在可能二十二号或者是三十号之前 他得离境吧 离境正好我们有一个假期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雨果二次登陆的时候 之前我们得马上还得再找一个体能教练 身体 今天有一个傻逼 我明天我给他挂出来 这哥们在中国球员海外吧里边 这孙子就带节奏啊 你看啊 我一念一念他说 他说的啊 就因为有一张照片 是我跟这个小将还有李博言 这哥们然后就开始 看着啊 我一念一念你听一听啊 是不是带节奏啊 非黑 纯探讨 一般来讲 第一句话说非黑 基本上就是黑的 我们的球员上肢力量是偏弱的 这句话有毛病吗 没毛病 经常被人叫做白斩鸡 其实这扯淡 为什么叫白斩鸡呢 是因为他没有腐肌 他是核心力量 而不是上肢力量 明白了吗 但是这第一句话就是模棱两格 接下来这句话 我记忆中 国内清训都是14岁上力量训练 正确与否 未知 你看他现在给你弄一个 14 告诉你 14岁开始上力量 正确与否 未知 你看 极力表明自己啊 并不是说 特别笃定 对不对 接下来这句话 从图中看 应该是上力量 有一段时间了 就说他通过这个图 能够看出来 小将上力量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应该是 明白了吗 就是他 那意思好像也不敢确定 但是他给你带这个节奏 应该是上力量 有一段时间了 还不是说刚上 那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能看出来 我们的上智力量都很强 他他妈没看 那个魏子轩 那个小胳膊吗 都没有我小女儿胳膊粗 完了那你看啊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没有科学的医军 然后国内足球科研机构 有没有结合我们的人种发育 进行过研究 你看他这种给你往外扯 就变成一个科学命题 然后呢 接下来这句话 又或者 卡麦隆那边 是11岁就开始上力量 看见没有 然后接下来 论坛里小学员家长 能不能现身说法一下 这孙子多坏 多坏 他的言外之意 就给你折折折 说什么呢 卡麦隆的雨果 给小将上力量 而且还有一段时间 孙子多坏 不明就里的人 这一看肯定明白了 哟 你看小将上力量 是吧 就是你只要赢了 你要他就差 他说我们差点 就差我说我们吃兴奋剂了 真的 因为他觉得你不应赢 但是你赢了呢 你为什么赢了呢 第一 你上零八的了 先折一对 第二 你开大脚了 你开大脚了 第三 你上力量 总而言之 你是他妈不应该赢的 对吧 但是你要赢了 那你一定是歪门血套 就跟有一女的 一下当了副总了 一定跟老板睡了 对吧 这是中国人 这是思维嘛 就把一个女的 当了副总了 一定跟老板睡了 百分百 你看没有 就这个带节奏 还玩一个 是否科学与否 这样的 非黑 纯探讨 啥 就这样的 你也说不上他什么人 但是他一定是 不能接受 小将迎求的人 对吧 他一定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再给你 折 应该是上 力量一段时间了 我们天天在基地 我们的训练 恨不得都直播 我们是最公开 最透明的 我们连跑山都没跑过 连蹦台阶都没有蹦过 更别说拿哑铃 举杠铃 蹲杠铃 但是呢 你必须 他再给你 就马上折 对吧 他不给你讨论说 左小将的哨声不止 战斗不息的精神 从来不说 他从来不跟你说 左小将踢球的 这种随机应变 他从来不说 对吧 他就给你玩这个 对吧 当初不就是 小将一赢 不说吗 说左小将拉轮胎吗 对吧 中国左小将拉轮胎 所以这真是什么呢 反倒是你看 反倒是杨晨 徐亮 程耀东 金志阳 池上斌 徐敦堡 朱广沪 然后这个谢峰 李铁 大连星辉的外籍总监 反而是这些专业的人 能够给小将更多的肯定 而一帮傻了吧唧的人 狗屁都不是的人 跟着质疑 有意思没意思 铁子到基地 看了我们打二分钟分队 第一句话就说 董老师 我觉得你这个就中场 可以呀 这家伙这转移 能打出来 其实呢 比方说你说职业踢队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其实你仔细想也很正常 因为说句实在话 中国 一个年龄段 会踢球 有天赋的人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你就说是比利时 人才辈出的比利时 我问你 维尔通亨 维尔玛伦 阿尔德 维雷尔德 踢了他们多少年了 踢了多少年了 加起来一百多岁了 不还在踢吗 就说 他们不见得有那么多的 有天赋的人 恒大一百二十个人 零九的招过去了 他怎么可能最后能有四五十个人 都踢的特别牛吗 怎么可能呢 你想想 这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你说小将说二十个人 你说十五个都踢的特别厉害 能可能吗 可能吗 不可能 说复利 所有队的二十多人 蓝队白队的加起来 能有十四五个十二三个都特别厉害 可能吗 哪有那么多厉害的呀 怎么可能呢 你想想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说是恒大出来的 各顶各的都得是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可能呢 他就是 就说在职业体系练 对吧 那拉马西亚梅西的队友 也得十几二十个 十三岁在一起 十五全没了 十五就全没了 就剩梅西了 是不是 你就这么一想 你就明白了 对不对 比利时轻讯厉害吧 比利时轻讯可以吧 那三个中美踢了多少年了 十五年了不得有 十五年有点吹了 七八年才有了 其实这里边我觉得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找人 就这些人啊 凭乱点 决大 他踢的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城里太大了 他们刚接触十一人 就是他是以什么呢 他是以成人 他就恨不得他们 以澳洲杯的标准 来衡量小十二岁的孩子 应该怎么踢 应该怎么踢 因为那个场地那么大 然后他们才刚接触十一人 孩子他好多的力量 能力太达不到 他不可能说 踢成那么好看 你就说吧 就是一米五几的孩子 跟一米八几 一米九几的成人 踢的是一样大的场地 你这么一想 你就明白了 你就明白了 就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讲 踢这么大的场地 而你平常看的人 是他们一米八 一米九个人 而且还是成人 速度得快 那么一倍 对不对 力量得足三倍 他能踢出的球 而且还多活了多少年 你现在拿那个 去要求十二岁的孩子 我都没拿 我要求你呢 对吧 你想想 这个覆盖面积 就相当于 其实小孩踢这个比赛 就相当于是七个大人 踢十一人制的比赛 你要是七个大人 踢十一人制的比赛 你看看还能像十一人制 那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能打出来吗 累也累死了 对吗 而且他们评论的人呢 大多数连他们十一人制 都没踢过 带裁判的 十一人制的 对付统一的 穿着护腿板的比赛 你踢过吗 你说实话 你踢过吗 就这些评论的人 就像斗超那些人 你真踢过吗你 你他妈跑两步 你都会散架子 你还踢呢 你别闹了 你能踢个杀土地 就算不错了 美国车友向大家问好 这他妈六 六点九万人 里面这三万人得是 外国车友贡献的 这趟车可真有点意思啊 真是午夜快车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小邝 明天打上岗上 你问你看就完了呗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好吗 别别别那么多问 你安安点 就是等着 好吗 别着急 别老掀锅盖 好吗 都多大人了 是不是 别像小孩似的 那么整个包子 那么自己先八字锅盖 本来那么两点就能熟的 最后四点 那么还加生呢 好吗 别着急 好吗 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 一会儿我们直播想象到 然后就休息 明天九点半还得看球去 今天晚上其实聊的很多东西还是干货 并不是说就是瞎扯 行了 最后的时刻 咱们下点牛奶吧 好吗 也算做是帮帮小酱 行吗 下两箱牛奶吧 我们的这个小 小酱的纯水牛奶 肯定特别好喝 放心 好吗 给老人 给孩子下点下两箱 没多少钱 肯定好喝 放心吧 不好喝 你可以退的 可以找我退 我爸我妈现在就喝这个 前二三又下了十项 是否 可以 我爸我妈也喝 自信也不让我给他喝 你去报 自信人骂 有 也有自信骂我的 那天有一个人他妈骂我 说一句 我就我也不回骂 我就三比零 他又说一句 我三比零 又说一句 我三比零 就给他气死 对 我看你困了 你发愈是不是 小孩那肯定困了 所以这都是人生的历变 对吧 不容易 对吧 但是这就是生活 你没办法 对吧 你就需要去磨练 都是经历 对吧 对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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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